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都觉得在北京这样一个 不临江不靠海 每天都堵车 而且冬天严寒 夏天酷热 春秋天还刮大风的城市里 开敞篷车 是一件特别傻的事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相同的观点 只是万万没想到 多年以后 我居然活成了自己心里的那个傻 大家好 我是赵普 2020年春天的第一期节目 咱们来聊聊我的这台敞篷车 宝马193 M3 收这辆车是在去年的春节前 转眼已经一整年了 说起来 当时它其实压根就没在我的备选列表里 那时候 我一心想收一辆二手的旅行车 开起来有范儿 拍摄的时候做一工作车 用起来也方便 但真是缘分没到 接连错过了好几个车况不错的车员 正当我感慨命运的不公时 这辆宝马193 M3出现了 朋友的车 2011年4月上牌 7万公里都是日常代步 没下过赛道 没出过事故 30万元的价格 也完全在我的预算范围内 虽然空间比不上旅行车 但摄像大哥坐车里 顶棚一场 拿着设备 那前后左右随便抡啊 还犹豫啥 买它 这是宝马的第五代三系 第四代M3 它一共有 190 191 192 和193 四个底盘代号 分别代表四门版 旅行版 双门版 和硬顶敞篷版 这代车型的设计有多经典 已经无需赘述 这其中 193 可折叠车顶末端的线条 尤其独具一格 而且即使这样 设计师 依然为它保留着 纯正的霍夫 麦斯特拐角 说到这儿 就不知道最新一代 G20 G28 三系的设计师 怎么看了 为了塞下巨大的V8发动机 它的发动机盖 不得不设计出一个凸起 而这个凸起 和被称为 厄魔尔的外后视镜 也是最容易区分 这代M3 和3系的两处细节 说到发动机 这是M3历史上 第一次 很可能也会是 最后一次 使用V8发动机 4.0升自然吸气 当年官方 百公里加速成绩 5.1秒 比双门版1924.6秒的成绩 慢了0.5秒 这主要是因为 敞篷机构 让它的车重 比双门版 重了230公斤 双门版标配的 哈曼卡顿音响 没有出现在这辆敞篷版里 当然这也不重要 这个可开臂顶棚 确实让它的 隔音性能 比双门版差了不少 只要一点火 哈曼卡谁都没用了 基本上 音量小了 车里听不见 音量大了 车外边都能 除此之外 其他配置都跟 双门版差不多 虽然已经是 9年前的车 但是电动 折叠后视镜 前后雷达 定速巡航 这些都有 还没有自动启停 简直完美 电动座椅 带加热和记忆功能 靠背和坐垫 包裹性都能 独立调节 头枕也是电动的 有蓝牙 也有USB 蓝牙播放QQ音乐 还能显示歌词 好多现在的新车 都不支持这个功能 后排空间不算大 但也绝不只是 狗哥的手机 毕竟我的同事们 都坐进去了 中间还有单独的 后排空调出风口 背架和出格 开敞篷车 绝对是一种 放飞自我的享受 你会拥有 无与伦比的视野 也能更直接的听到 V8发动机的轰鸣 和美妙的排气声浪 即使是像我这么 腼腆文静的人 都抵抗不了 敞篷车带来的快感 如果你是那种 乐于成为众人目光 焦点的外向性选手 那这种感觉 更会让你爽翻了 除了 除了冬天 这么开着敞篷 实在是有点冷 这可能是这台车 最大的一个bug 要想开关顶棚 必须把车完全停稳 然后按住这个按键 按半分钟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带着心爱的姑娘 开着她 敞篷飞持在 奔向幸福的高速公路上 突然一个晴天霹雳 盆泼大雨 又或者是遭遇了一辆 气势如虹的洒水车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跟姑娘说 对不起 咱们能稍微停一下吗 多尴尬呀 我也实在变不下去了 顶棚终于关上了 我们还是开起来 继续聊驾驶感受吧 这台车开起来的声浪 并不算很大 特别是跟它的死对头 C63 AMG比起来 这简直就是个乖宝宝 一点不扰民 想炸街的朋友们 除非改排气 否则 这台车并不适合你们 自然吸气发动机的 动力响应速度和加速连续性 都是涡轮增压发动机 完全无法比拟的 吸挡双离合变速器 换挡也极快 尤其是在中高转速区域 几乎就是无缝切换 但遇到堵车就比较煎熬了 频繁的停车 起步和一二挡之间的切换 注定免不了换挡顿挫 甚至可以说是冲击感 当然也有办法 可以适当的减轻痛苦 切换到手动模式 放平心态 2.5 5.1秒的百公里加速成绩 放在2020年 确实是没啥可吹的了 现在连一台2.0T的奥迪S3 都能秒掉它 而事实上 这台代号S65的V8发动机 爆发力也都集中在高转速区域 每辆车都有各自正确的使用方式 想看这台193M3的表演 那你必须要把转速表指针 定在4000以上 作为一台红线8200的车 连一半都没到 舍不得那点98号汽油 那你还是去了解一下 现在市面上的电动车吧 方向盘的握感真的好到 我每天都想盘它 指向也精准干脆 不过电动助力并没表现出 大多电动转向那种 低速轻 高速稳的特性 反而在任何速段 力道都差不多 这种设定实在是有点反常 但也确实带来了更直接的转向手感 电子挡板周围有一大堆的调节按钮 换档逻辑 五档可调 但如果关闭ESC 切换到手动模式 还能调出隐藏的第六格 Power键可以把发动机调成运动模式 其实还有个超级运动模式 隐藏在中控菜单里 方向盘的转向助力 也在中控菜单里 两档可调 还有三档可调的EDC电子悬架 舒适模式更适合日常城市路况 而运动模式真会硬到让人发狂 但是高速转弯时 侧向支撑的表现 也是真的强悍 你可以通过繁复的调节 把车设定成任何你想要的性能 而方向盘上这个M按钮 则可以预存一套设定 大部分人会选择 预存一套性能最强的模式 这样就可以一键释放它的全部潜能 但其实 我有时候也还挺享受它最舒适的模式 只可惜 M按钮只有一个 这时候就只能实名羡慕 已经有两个M按钮的最新的X3M和X4M了 来聊聊日常的开销吧 大排辆车 养起来的费用确实更高 像这台4.0升的车 每年光车船使用税就要4400块 光这一项就比2.0升的车贵了4000块 还有后期保养的费用也是成倍增加 比如它 每次常规保养 机油一换就是9升 节气门一洗 那就是8个 还有烧机油的问题就不用说了 家里老老实实常背一瓶 不够了 随时加 另外 车到了这个年头 不少零部件也该陆续换了 节气门调节器的齿轮磨损 是这台车的通柄 换一段 4S电报价27000 我的同事周二平经过一番刻骨钻研和勇敢实践 不到1万块搞定 具体方法可以去看看周二平那期《带锤看车》节目 变速器油底车渗油也是通病 车老了 各种橡胶元件就开始老化失效 这时候啊 该换果断换 越等越完蛋 还有车身改色 现在是合法的了 几千块钱 换层膜就跟换了台新车一样 心里倍快乐 但一对比 这俩大灯就显得特别怀旧 所以明天我还得去翻新大灯加贴膜 又是一千多块 尽管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宝马193M3 依然是一台无论设计还是性能 都足够吸引人的厂重跑车 但它绝不是一台适合上赛道或者暴改的车 特别是想要刷ECU标赛道的朋友们 还是去选择车身刚性更好 重量也更轻得192吧 而这台193M3 其实就是个玩情怀玩fire的大玩具 我有一个朋友叫姚玉 他有一辆厂棚甲壳虫 一下雨就漏水 我这车比他那可强多了 我这下雨不漏 我这就洗车的时候漏 而且实漏实不漏 再而且每次开关顶棚之后 漏点还都不一样 其实厂棚车年纪大了之后 都这样 这都不是事 开心就好 我说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